他说中国大陆的人怎么会懂孝道 因为文化革命都教授人家儿子 儿子打老子 学生斗老师 他说中国人怎么会懂得孝道 但是还在戒业时期 我不敢乱讲话 我就告诉他 我说如果中国人都变成共产党的 信徒的 情味的 反洪大陆还有希望的 最后他就没发现了 任何地方都有有理而知的人 任何地方都有没有理而知的人 我刚才讲的中国的这些大夫 这些学者几十年如一日还了不起 这支本书值得大家看 值得大家看 这个叫做健康这一些 所以你们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还是要多读书 多读书的时候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一些事情 我刚才讲到的 你看福祉跟七学我讲的那么多废话 福祉就是出生了一百世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吃等阳光空气水 各位有关于这个 其实我讲的并不很好 不过大半也都装得差 最起码你们可以听听我从哪些角度在调达 你们可以上 目前上到我们不管 把吹波W自然医学打TW 点国立教育电台 张晓英对我的反馈 一连的反馈 我在里面都有讲阳光空气水 我都在讲 到最后 那你们都不值得上去听一听 当然一定清除以南生以南 那讲错的地方 你要打电话 告诉我 讲对的地方 你就参考参考 福祉就是靠自习 七学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排到申请有关的 有关于排都的知识 排读的书 在这个世纪 在此时此刻 在此时此刻 好像变为时善 这就是各位 在这个时代 排读比进步重要 因为风衣主食 因为真的读书太多 各位我们没有迟到读 有困难 这样就实在话 昨天跑去市场 因为我晚餐还没吃 快七点钟了 大家都知道 到台风天 市场的东西往往都是 空淡淡 看到几个小番茄 一看其实就是基因转直的 那又怎么办呢 买来吃了 照吃不误了 以后怎么要再说了 吃完以后 多推两颗领子就好 所以今天来讲 你要吃个鸡脚 那个鸡脚 人类已经没 人类已经食物不够了 已经不够了 这就是 好 就是告诉各位 第一个福责 就是住生命一辈子的 用任何方法 七学就是把体内 多一的东西洗掉 中一的四个字 水有益 这六个字 水有益 而不不足 有益就是多益 中一的毒 多益者都要毒 不不足缺什么不足 尤其是正面思维 再说正面思维 正面思维 正面思维来自于善事 多不足 多洁净 多洁净 良善 完结善 所以你看孔夫之家的意思 知难生以生灵 不以无能而不方 精子修 道理得而不以困穷而败绝 以善人记忆如入 知难之时 久而不闻起下记忆之化 孔夫之家 这就是敬诸者持 敬末者和 我们今天人学少 大家都持门上目 虽然人很少 心情很愉快 你的能量传给我 我的能量传给你 你的善恋传给我 我的善恋传给你 产生同频共振 小兵就可以立大功 同频共振 大家听过 蝴蝶效应 留学话 等你退完学 我们好好的三秒 我这边有创练了不少 有识有知识 不需要像 黄花干 七十二烈士 那么奔惨 那么壮丽 不需要 我们要做件事 我们要模仿 魔力花运动 不是要推翻 颠覆证 魔力花只剩下埃及了 其他都化了 没关系 好多东西拿来做 我们要用网络联系 传递上知识 最后 通过这个样子 衛生部长由我们指定 那就对了 目的就是这样 不是要推翻政府 谁 顺应民情 我们就支持谁 就那么简单 老百姓 毕竟我们还有一票 各位 我们的魔力花行动是 来号召大家拿一票投给谁 我们要做这个事 值得做 应该做 否则就是 那个奈斯堡讲的 我们以为 我们不管政治 其实我们被政治管住 我们以为 我们不要进医院 我们被这个医疗体制 医疗结构管住 由不得我们 我们再怎么做 跳不脱 肉类佛手 所以就没办法了 我就跳到美国去了 跳到日本去了 我每处都跳啊 每个地方的管理方法都不同 各有残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要做什么 我们要急着去善知识 来提供我们的证 提供我们的执政者 你哪里搞错 你哪里要给 否则嘴巴讲称 称称称什么称 我們今天台湾的状态 我们不重复面解释 大家都有不公平 这是很好过 是乎乎乎乎 虽然我们各人过得去 但是没有看看走不走 各位啊 我告诉你们一句话 到英里 英里 诶 请这段不要入 等一下 这个讲完了